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关想再讲讲 顺便说下正确的补气血的思路 希望对关友们有所帮助和启发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 人的身体不像池塘 水少了 往里放水很快就满了 相反 人体的运行机制非常复杂 至于如何复杂不是今天的重点 但绝非多数人认为的那样 虚了补补就好了 根据一些案例总结 不辨别 不分析 这些大量吃资补品 身体会有一些反应 比如腹泻 痰多了 嗓子总觉得有东西 上火了 长痘痘 口窗 咽后眼等 失眠 遭热不安 大便不成型或者不好冲了 皮肤出油多了 舌苔变厚了等等 就算吃同样的自补品 每个人的表现也不同 吃完明显不舒服 说明不合适 不一再吃 当然也有吃完 感觉良好的 说明对症了 那可以接着吃 值得提醒的是 多数滋补品是滋腻的 高热量的 比如恶焦 脾胃不好根本消化不了 吃进去也没法吸收 易于生痰 生失冒斗 任何东西都要经过脾胃这个加工机器 加工能力弱是无法将原料化生气血进液这些东西的 所以 气血不足不建议直接进补 很多案例已经证明此点 要先进行分析辩证气血不足原因 那气血不是补上来的 是怎么来的呢 血的形成来源于水谷之精气 通过脾 心 肺的作用化身而成血 故有中焦受气 举之变化而驰 是威胁的说法 中焦 即脾胃 受气的气 脂的饮食水谷 又称骨气 脾胃接受并消化饮食 进而吸收了其中的精微物质 也就是脂 以及有营养作用的精液 两者进入血脉之中 即变化为赤色的血液 气和血不分加 其生成也有类似原理 如果实在不明白 记住一句话就行 气血是五脏六腑加工饮食水谷化身而成的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因素 第一个 饮食水谷这是气血原料 也就是每天吃进去的东西 第二个 五脏六腑 脏腑分工协作 对饮食水谷进行各种加工代谢之类 进而化生气血 如果吃饭跟不上就会营养不足 那原料就不够 像节食减肥之类的吃得少 必然影响气血化生 如果脏腑功能弱 加工能力不足 也是没法把原料给加工化生气血的 所以我们说盲目吃自补品没啥用 因为吸收不了啊 既然知道了气血是如何来的 那调养气血的思路就很明确了 也就是以下六个关键点 一 先明确下气血不足的大体原因 一千个人气血不足可能有一千种原因 对应的调理方法都是不同的 所以有必要自己分析下气血不足原因 有的是熬夜 有的是节食减肥 有的是暴饮暴食伤脾胃 有的是大量运动 有的是不规律饮食 找原因的目的是明确一个大概的调理方向 调理过程中要终点关照和完善 二 吃饭问题 好好吃饭很多人是做不到的 如上所讲 吃饭吃的是化生气血的原料啊 既想马儿跑得快 还不让人家吃好吃饱 显然不可能 身体也是如此 吃饭出了问题 最终必然影响气血胜衰 所以吃饭请认真对待 每天要好好吃 认真吃 吃饭的几个要点 小关也在提醒一下大家 一日三餐按时吃 不要找借口不吃早餐非常重要 尽量早吃 而且吃好营养要足 饮食结构尽量均衡 保持营养供给 不挑食不偏食 寒凉 冷饮 浓茶 咖啡 可乐等 不建议频繁饮用 这些一年不碰都没事 消夜尽量不吃 吃也是清淡的 节食减肥之类 刻意减少原料供给的行为不支持 暴饮暴食 原料是充足了 但超出了脾胃加工能力 会伤害脾胃 建议节制 那三个脏腑调理问题 就比较复杂了 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下总的思路 第一 停止遗弃伤害脏腑的行为 比如熬夜会伤及所有脏腑 这个不用怀疑 有条件的请控制11点前睡觉 思想层面失调 比如思虑过度 干预 抑郁 焦虑 担忧 恐惧 这些也会伤及五脏 还有 不要总是觉得运动一定对健康有利 过度运动会消耗大量气血 反而伤身体了 此类案例之前小关也讲过不少 不外乎是量两个字 第二 分清虚和实 每个脏腑都有实症和虚症 并非所有的脏腑调理就是滋补强化 比如脾胃 弹湿 湿热 胃火 这些属于实症 通俗讲 就是有外邪了 要清除外邪 此种情况下不宜滋补 弹湿 湿热 胃火的调理方法 还有肝火大 肺火大 心火大 肝育等都属于实症外邪 要清泻的 而非进步 再比如 肾多虚症 肾阴虚 肾阳虚 先分清 脾气虚 胃阴不足 肝血不足 心阴虚 心血虚 肺气虚 这些是脏腑真的很虚啊 要适当补补 滋阴 补气的食药之前都讲到过 比如黄芪 肾类 大枣 白扁豆等都属于补气类 麦冬 沙身 乌梅 银耳 都属于滋阴类 总的来说 要泻还是补 还是泻补同时进行 采取行动前弄清楚自身的需求 四 滋补问题 讲到滋补问题 其实我们不反对滋补 只是不支持盲目进步 在没有了解自己体质以及状况前 不要跟风吃一些滋补的东西 第一 是否适合滋补 如果是弹湿 湿热等症状明显 就算是不宜大量滋补了 先去弹湿等 如果是瘀毒比较严重 最好先疏通再滋补 如果是一吃滋补的就上火 也不宜大量滋补 第二是脾胃如何 滋补品也要经过脾胃 上面讲了 脾胃不好 吃再多自补品也是吸收运化不了 所以先看脾胃运化能力如何 如果脾胃较弱 一吃就腹血上火 生痰生失啥的 先见脾胃或者见脾胃的基础上 少量进补 如果脾胃较好 吃了补品啥事没有 可以进补 见脾胃的食疗 比如炒白饼豆 炒莲子 茯苓 茜石 陈皮等 第三 滋补品 同样的滋补品 有的人可以 有的人不合适 不能根据价格或者流行程度决定 而是根据自己体质状态 选择合适的滋补品 第四是身体反馈 是评价滋补效果的标准 不能光闭着眼睛滋补 不评价效果 比如滋补一周或者一个月 综合评估下 大便 精气神 舌苔 体重 面色 头发 皮肤 眼睛等等 之前的那些症状是否有改善或者消失呢 然后再调整自补方案 五 通畅问题 这个讲的是气血运行是否淤堵 如若情绪顺畅 则肝胆输血正常 气血就不会发生淤堵 所以调解情绪很重要 而且不宜久揍不动 不宜久宅 适度动动 劳易结合是最基本的 平常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安排泡脚和按摩脚底 或者其他的按摩 比如弹中血 拍打全身等也是常用的外部刺激手段 当然八段紧也是很不错的 六 心态问题 所谓心态主要是避免急于求成 遇到很多男性女性朋友 身体出了问题总想着赶紧好起来 病急乱投医 吃了不少药花了不少冤枉钱 结果起色不大 实际上身体恢复有自己的进度 该做的做到位 少犯错 不是说你急身体会听你的就会马上恢复了 小关经常强调的是 面对问题找对的方向做对的事情保持耐心 气血问题属于系统性问题 长期得不到调理 必然影响精神状态和面貌 系统问题的解决就要按照系统性的方案进行 不是单纯的借助某个药物或东西 吃完就好了 说了这么多 小关就想希望大家尽量把每个细节做到位 如果觉得其他难以做到的话 至少不要持续伤害身体哦 欢迎各位官友在下方评论区给小关留言 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